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非常恩爱 丈夫在外勤勤恳恳挣钱养家 小叔就在家收拾 男跟女之过的是神仙日子 可是这一对小夫妻结婚刚刚一年 正是被丈夫宠爱日子过得津津有味的时候 突如其来的噩耗打碎了他原本应该有的幸福生活 丈夫为了多挣点钱补贴家用 让小叔吃好的用好的 每天都会多跑几趟车 谁知道这次丈夫跑车时一辆大卡车抢到 出了意外进了医院 迎接她的却是医生告知丈夫已经脑死亡的消息 丈夫在重症病房监督室待了几个月 家里的钱财也差不多耗光了 这才脱离了生命危险 但丈夫成了职务人 全家人都陷入悲痛 然而悲痛过后却不免要考虑现实情况 小叔刚结婚一年 小两口心想着两人经济基础没有稳定 所以还未曾怀孕生子 正值逗寇年华 娘家人都劝他趁年轻再找个人家 婆家也算是通勤达理之人 见儿子这样总不能也耽误人家姑娘的一生 可婆家同意离婚 小叔却不同意 他放不下丈夫曾经对自己的好 从小失去父亲的他和丈夫恋爱的那几年 是他人生最踏实和温暖的几年 他说什么都不肯放弃丈夫 丈夫在医院躺着也不见什么起色 小叔便和婆家人把丈夫接回了家 小叔像往常一样尽着一个媳妇的义务 只不过今时不同往日的是 照顾一个职务人显然比照顾一个活人更累 累归累 小叔也渐渐扛起来家庭的责任 由之前的小女人变成了女汉子 随随便便就能把丈夫背起来去外面晒太阳 为不让丈夫身上有垂窗 坚持每天转身翻身按摩 每天端屎端尿从来没有一句怨言 两年的时间过去了 突然有一天小叔说他怀孕了 这个消息让大家很是真恶 娘家人不理解他的做法 觉得他在给自己找累赘 而且访邻居都说他出轨了 但公婆却相信他怀的孩子是自己的儿子 而街坊邻里都说他出轨了 但公婆却相信他怀的孩子是自己儿子的 面对四周人的质疑和指点 小叔并没有做任何辩解 十月怀胎一朝分娩 孩子出生后 他立刻带着宝宝去做了一次亲子鉴定 鉴定结果表明 孩子确实是卧床不起的植物人丈夫的 原来丈夫也并非完完全全的对外界没有反应 小叔每天矜持和他说话 偶尔说到一些以往两个人的甜蜜过往 小叔发现丈夫脸上的表情好像会有细微变化 后来久了 他还能感觉到丈夫会有反应 孩子生下来后 他变成了娘儿脸陪爸爸聊天了 小叔每天拿着爸爸的手 让他感受宝宝的皮肤和温度 孩子哭闹也不回避 孩子的喜怒哀乐 在这个丈夫卧床不起的房间里 都一点一滴地积斩着 洋溢着 而爸爸也是安静地聆听着 孩子是家庭的纽带 希望这个病痛折磨不散的家庭 将来有一天 能迎来苦尽甘来后的光明和甜蜜 欢迎订阅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